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秘书的朋友圈背景换成了与纪宇和的笔心贴脸照 换作从前 我一定会找上门 闹得天翻地覆 搞得所有人都不开心 唯独这一次 我真的放弃他了 纪宇和到家的时候 我正在收拾桌上的饭菜和蛋糕 昨天是他的生日 他跟我说 要带几个好姐妹回家庆生 为了哄他开心 我特地请半天假 忙活一下午 然而我等了一整晚 都没等到纪宇和出现 如果不是看到顾骏的朋友圈 我都不知道他一声不吭 便跟别的男人共度凉宵 这蛋糕是你亲手做的吧 纪宇和把奶油抹到我头发上 见我点头 他皱起鼻尖 难怪这么丑 从前我听到这句话 一定会低声下气向他保证 下次会要让他满意 可是眼下 我根本懒得哄他 看着我忙碌的身影 纪宇和难得撒娇 许然 我给你打包了海鲜粥也 看到了 纪宇和总是会在辱骂我后 带点好吃的回家 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翻篇讯号 我热给你吃 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女人已经走进厨房 十分钟后 厨房飘出娇位 纪宇和在浴室没出来 为此 我不得不替他关火 成粥的时候 女人放在料理台上的手机晾了一下 是顾骏发来的信息 宇和姐 才分开不到半小时 我就开始想你了 没等我瞥开眼 身后已然传来女人尖锐的声音 谁准你看 我手机的 我眉 撕 纪宇和狠狠捶了一下我的背 我的左手被眉拿稳的热粥烫破了皮 纪宇和一脸活该 看了我好一会 才提出送我去医院 疼痛面前 无法开车的我没有矫情 跟他一块出了门 刚坐上我咬牙为他全款买的新款跑车 一双男士球鞋引入眼帘 纪宇和翘脸微变 这个顾骏 跟他说过好多次 别再丢三落四 我平静回道 年轻人嘛 很正常 车内陷入短暂安静 纪宇和眼神奇怪看着我 你不丢掉吗 我眨了眨眼 为什么要丢掉 哦 对了 如果是曾经那个将他视为一切的我 确实会把别的男人 故意留在他车上的东西丢出去 可是现在 我连纪宇和本人都不在意 又怎么可能去在乎一双球鞋 快点送我去医院吧 我上班快迟到了 听到我的沉声催促 女人听话地将车提速 再还差一个转弯 便抵达医院之际 纪宇和的手机响了 是顾骏打来的 顾骏声音低哑地表示 他昨晚酒喝太多 头晕难受得根本睡不着觉 挂了电话 一脸担忧的纪宇和 看都没看我一眼 掉头往顾骏锁住小区赶去 车子停定 女人翻出我为他准备的医药箱 眨巴着无辜眼眸对我说 老公 我拉了点东西在顾骏那 拿到救下楼 说完 纪宇和锁了车 独自上楼 一个小时悄无声息地过去 在阳光曝晒的苦闷车厢里 我等到几乎脱水晕绝 都没能等来纪宇和 用车上的安全锤 砸破车窗玻璃 我纯色死白爬下车 在好心保安帮助下 前往医院 晚上 纪宇和刚回到家 便看到我在吃外卖 许然 你点外卖 居然敢不点我的份 他知道我的手受伤了 做不了饭 可为什么没点他的份 他明明在半小时前 通知过我要回来 结婚八年 我一向秒读秒回 纪宇和的信息 他没想到 我会无所谓耸耸肩 敷衍到 手机在充电 没注意你发了什么 纪宇和紧握手中的礼品袋 明明纯 将袋子放到我眼前 诺 我可不想 你那么没良心 这是我给你新买的古龙水 从美食中抬头 对上女人傲娇得意的目光 我礼貌疏远地说 你拿去送别人吧 我用不惯这个牌子的古龙水 半小时前 顾骏发了一张 在奢侈品店买表的动态 图片一角 是纪宇和带着婚戒的 左手手指 见我手上缠了绷带 还没心没肺 盯着电视卡通傻笑 纪宇和板着翘脸凑近 想要仔细查看我的伤势 我本能地躲过他的触碰 为此不小心碰倒袋子 打碎了里面的古龙香水 见状 纪宇和终于忍不住对我发火 许然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小肚鸡肠 今早不过就是 让你在车里多等了一会 你有必要气到 把我送你的礼物弄碎吗 我没有生气 我的实话是说 换来的却是纪宇和蹬鼻子上脸 发狠用尖锐美甲戳我的脑门 你分明就是在生气 许然 你一个笨三的老男人 怎么好意思跟一个刚毕业的小男孩 争风吃醋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啊 我比纪宇和大四岁 每次吵架 他都会明朝暗逢我没脑子 年纪大 然后好整以霞的心上 我不愿同他动手 只能无能狂怒猛扇自己巴掌的失控仇态 然而这一次 我既没有如他所愿伤害自己 也没有发疯似的追问他是否后悔嫁给我 我只说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处理完快餐垃圾 我直接打开门 走出去 从前我做事要离家出走 女人一次都没有追上来过 可是今天 纪宇和破天荒跟到电梯口 皱着细眉问我 大晚上的准备去哪里 我第一次对他说谎 就在楼下转悠几圈 透透气 纪宇和似乎还有话要说 电梯的门已然关闭 出门两个小时不到 正在轻霸聊天的我 手机收到一条信息 纪宇和发了一个问号 见我没有要回复的意思 堂弟许名不可思议道 哥 你的女神老婆 好不容易主动联系你 你不回复的话 她会很生气吧 亲朋好友们 都知我最疼老婆 生怕惹纪宇和不高兴 但是今晚 我不仅没有理睬纪宇和 还陪着他们 唱喝玩乐到后半夜 我回家的时候 纪宇和正站在冰箱前喝牛奶 他不在乎我去了哪里 我也没有理他 静止去浴室洗澡 然而刚躺上床 纪宇和便柔弱无骨贴过来 缠绵没几秒 女人被我用力推开 纪宇和忍无可忍打开床头灯 许然 别告诉我你忘了 今天是我的排卵期 我跟纪宇和并不是丁克 所以每个月的这几天 他都会勉为其难让我碰他 我翻身背对他 今天工作太累了 我先睡了 听到自己曾经用过 无数次的拒绝话语 从我这个舔狗丈夫的嘴里说出 纪宇和愣神好一会 最终黑红着翘脸 狠狠甩关上卧房的门 我知道 接下来好几天 他都会睡在客房 从前 只要纪宇和一跟我分房睡 我便会浑身难受 彻夜失眠 可这天晚上 我却睡得格外安稳 第二天上班 我的工作效率齐高 当上次开玩笑问我 想要什么奖励时 我一脸认真看着他 上次你带我见过的 很会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请把他推给我 分房睡的第九天 从来不下厨的寄与和 为我做了一份 我爱吃的培根炒面后 自顾自回卧房 继续睡觉 下午三点 我在好友群里 看到纪宇和闺蜜 发的新婚大合照 照片里 不仅有纪宇和 还有掐挽着他的细腰 笑得春风得意的顾俊 大合照发布不到五分钟 纪宇和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欲言又指 许然 你别误会 薛染结婚那天是工作日 所以 我不明所以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 你不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女人沉默片刻 撒娇道 老公 你今天下班后 在公司等我 我开车 带你去吃好吃的 没等我拒绝 电话已经挂断 纪宇和来接的我时候 顾俊正坐在 副驾驶位上 许哥 纪总老说是 你个不爱交际的死宅男 没想到 死宅也会跟我们 一块凑热闹啊 面对顾俊的阴阳怪气 我淡然一笑 识趣地打开 后排车门 一路上 纪宇和总是看向后视镜 没话找话与我闲聊 我却一直看着手机 敷衍几句后 不再言语 到了餐厅包厢 薛冉迎上来 语气夸张地说 我没去参加她的婚礼 实属是她人生一大汗事 我知道 薛冉将我捧得这么高 是为了替好姐妹 纪宇和灭火 可是 我真的没有生任何人的气 别这样说 是我欠你一句新婚快乐 见我毫无深究之意 只顾着落座吃饭 虚然诧异地眨了眨眼 这一年以来 她不止一次 替陪着顾俊度假游玩的 纪宇和打过掩护 甚至有一次 我亲自找到她本人 当面戳破了 她与纪宇和一同逛街的谎言 那时候的她 都没有眼下这般吃惊诧异 吃饭吃到一半 餐厅经理拿来几瓶好酒 询问纪宇和 这是您和顾秘书 上次约会后存放的 是否现在就开 眼看所有人都不说话 我好心开口 替不明所以的经理解围 都开了吧 别浪费 见我走出包厢 纪宇和很快追上来 少见得语代忐忑 老公 前段时间 公司谈成了一个大单 这些酒完全是为了庆祝买的 我毫不在意的摆摆手 走进男洗手间 当我回到包厢的时候 纪宇和正在一脸娇羞的 在好姐妹的启哄声中 与顾俊喝交杯酒 两年前 近乎一模一样的饭局 酒力很浅的纪宇和 被这群所谓好姐妹 不要命似的轮番劝酒 那时的我 为了她的是身体着想 不惜发脾气 掀翻整个酒桌 可是她却眼眸半眯着 指着我的鼻子臭骂 不就是喝点酒吗 我们大女人爱干嘛就干嘛 什么时候论得到你这个 死田狗指手画脚了 你给我滚 饭局不欢而散后 当天晚上 醉叙叙的纪宇和开始发烧 两天后 她哭着打电话给我 说她肚子特别难受 为此 我连闯好几个红灯 以最快的速度 把她送进医院 医生却告知我们 纪宇和已经怀孕一个月 由于她毫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第一次孩子因此生化 得知这个结果 纪宇和在医院里又哭又闹的 对我破口大骂 都怪你这个废物 要不是你的精子质量不行 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么轻易死掉 我恨死你了许然 你马上给我去死 回忆至此 我没有再回到饭桌前 而是直接大步离开 紧随我后到家的纪宇和 周身裹挟极大怨气 许然 你盛世有病 一声不吭就走 搞得所有人都不开心 就开心了是吧 见我一言不发 女人勾唇冷笑 既然你这么不在乎我 那我们干脆离婚好了 这是纪宇和第二次 向我提出离婚 上一次她提出离婚 是因为误会 我偷看她手机 那时的我 毫无骨气 跪倒在她脚边 哭得撕心裂肺 向她发毒誓 说我再也不会惹她不高兴 然而此时此刻 我却看着她的眼睛 说了一声 好 偌大的客厅 有那么半分钟 安静到仿佛空气停滞 纪宇和怀疑 她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许然 你说什么 我说好 我同意离婚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正准备把律师 你好的财产分割协议 拿给她看 谁知纪宇和突然提高音量 咬牙切齿问我 你确定真的要跟我离婚 我发出一声吃笑 难道离婚还能有假的 纪宇和瞪大美眸 仿佛看陌生人 一般看我好一会 冷不丁轻蔑一笑 看不出你 还会欲擒故纵 不过老娘不吃你这一套 女人负气离开 接下来半个月 她都没有回家 直到有天深夜 我接到虚染来电 她着急地说 纪宇和喝得太醉 急需人照顾 我却说 醉了就在你那睡下 实在不行 你问下顾骏有没有空 天地可见 我的这番话 完全是替己与何着想 但是本该烂醉如泥的她 一回到家 就对我甩脸子 她冷脸坐在我旁边看电视 冷脸在接下来的 每一天准时回家 不再出去饮酒作乐 不仅如此 她还亲手缝制了一条 我曾经非常渴望得到的 老婆牌围巾 从前她送我 哪怕一个钥匙扣 我都会迫不及待 连发好几条朋友圈炫耀 然而这一回 女人无数次刷新动态 却连半条毛线都未见着 纪宇和似乎以为我忘却了离婚这回事 所以她的温柔顾佳 并没有维持多久 那天 她刚跟我发完一条 准备睡觉的报备信息 没过多久 刚陪客户喝完酒的我 便在私人夜总会走廊偶遇到她 许然 你 你怎么会来这里 暧昧昏暗的氛围光线 没能遮盖住 纪宇和脸上的惊慌失措 在她结结巴巴的 不知该做何解释之际 我无所谓笑了笑 你继续玩吧 我该回家了 见我真的抬脚要走 纪宇和先是一愣 然后搂住我的胳膊 使出了她最常用的撒娇伎俩 不由分说的将我拖进包厢 顾俊看到我时 脸上的笑意不由一讲 没想到 许哥也会来这种地方 顾俊眉眼轻蔑地上下打量我 纪总跟我说你 最讨厌来娱乐场所 呵呵 我就说嘛 以后男人最不老实了 我一眼辨认出 顾俊身上披着的定制名牌外套 是我去年送给纪宇和的生日礼物 前段时间 我想让他穿着 陪着我回父母家吃饭 他却不耐烦地告知我 出差弄丢了 我只不过小声嘀咕一句 好可惜 女人便如同吃了炸药一般 冲我嘶吼 不过是一件难看的要命的过激外套 你问东问西跟审问犯人似的 许然 要不然我现在就去脑科 给你挂个专家号吧 你真的应该去治一下你的白痴猪脑 我被纪宇和拉到他那些所谓闺蜜面前 挨个聊天 听着朋友们调侃他是福管颜 女人眼尾含羞注视着我 在这些人起哄让我和纪宇和合作一首情歌的时候 顾俊自作主张把外套丢到我身上 美其名曰 纪总老说因为许哥身体太差 才害他一直怀不上孩子 这间包厢特别冷 许哥 你真的得多穿点 后知后觉 发现自己曾经的谎言被戳破 纪宇和一脸紧张的紧贴我不肯放 他小心翼翼柔声道 老公 上次出差的城市突然降温 顾俊这个笨蛋小孩 一件厚衣服都没有戴 所以我才不得不借衣服给他穿的 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将手上的话筒丢给顾俊后 我对纪宇和说 一件无关紧要的丑衣服而已 别说是借 就算你拿去送人 也与我无关 你们俩合唱吧 我就不打扰了 不等纪宇和开口 顾俊先一步伸手拦住我 装模作样惊讶道 许哥 你该不会真的误会了我和宇和有一腿吧 我们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如顾俊所愿 我看到了他手臂上的精美刺青 静国与黑蛇 两个月以前 我在纪宇和的胸口处 见过同样的图案 对上纪宇和瞬间慌乱的眼 我做出了一个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 众目睽睽之下 我拉起他和顾俊的手 将他们的双手交叠在了一起 我如同正婚人一般 笑容得当 心怀天地 真爱无罪 不被爱的那个人 才是小三 别害怕 我不仅不会动手打人 我还发自真心地 祝福你们永远所死 说完 我轻松自若走出包厢 然而纪宇和却红着眼睛 欺而不舍追出来 他的脸色 从未如此苍白的可怕 老公 我可以解释的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不明所以看着他 你跟顾俊在一起挺好的 为什么要向我解释 我跟顾俊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我跟顾俊的纹身 让你产生了误解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我的纹身 只是跟薛冉打赌打书才纹的 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 我明天就可以去洗掉 许然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 这次犯傻吗 女人过于着急高亢的哭腔 引得周围好几位路人 停住观望 我眼中闪过一道嫌弃 季雨河 你冷静一点 大庭广众哭哭啼啼的你 不怕丑我还嫌丢人 我还有事 没功夫 陪你演苦情戏 在撞见季雨河 陪同顾俊一道 出入篮球场 全程以情侣试人的那天 我如同疯子一般 拉着他 在大庭广众之下 大吵大闹 那时候的季雨河 便是这般敷衍我了事 如今风水轮流转 我第一次 在这个骄傲自满的 美丽女人眼中 看到显而易见的痛苦受伤 没有理会女人 失魂落魄的眼神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接下来的好几个小时 我的手机屏幕亮了右面 季雨河发来十几条信息 先是询问我 为什么还没回家 他会一直在客厅等我回来 而后见我 丝毫没有要回复的意思 他又每隔几分钟 便打来一次电话 一直打到我关机 这天晚上 我回了父母家 跟他们促膝长谈至近乎天光 思想传统的他们 终于接受我 即将离婚的事实 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半 我刚开机 便接到季雨河的电话 看着堆积在首页 一整晚的好摆通 未接来电 我揉着眉心 无奈接通 许然 你现在在哪 季雨河的声音 从来没有如此沙哑过 显然他哭了一整晚 我冷着嘴角闭了闭眼 今天周五 除了在公司上班 我还能在哪 季雨河沉默了小班会 才告诉我 他一大早便来 我工作的地方找过我 此时此刻 他就在 我公司楼下的停车场 随口编造的谎言 被立马拆穿 我却依然脸不红心不跳 甚至恶人先告状 冷言冷语质问他 季雨河 你很闲吗 管这么宽干什么 我是一个成年人 我不需要试试 跟你打报告 季雨河连忙放软语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接你回家 老公 你应该是在爸妈那吧 我现在就去接你好不好 父母家距离我的公司 确实很近 想了想 本就准备回家的我 没有拒绝季雨河的主动接送 车到了 女人亲自下来 为我打开副驾驶的门 上车没一会 我后知后觉背后有什么东西 个得慌 拿出来一看 原来是一管男士电子香烟 季雨河如临大敌的将电子烟直接丢到车窗外 眼神闪躲的同我说 昨晚顾骏喝太多 吐得找不找北 我根本没注意他的电子烟落在车上 许然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根 我打断女人的话 季雨河 我真的不在乎 什么 我并不在乎你身边发生的任何事 所以你完全不必浪费口舌 跟我解释这些 女人面容惨白地看着我闭目养神的坚毅侧脸 她知道我并没有说谎 到家 洗澡 走出浴室的时候 从不下厨的季雨河 已经煮好两碗毫无卖相的葱油挂面 眼巴巴等着我坐到她的对面 一同用餐 以前 我最期待的事情便是 季雨河能准时下班 坐到我的对面 想用我费尽心思 迎合她口味的美食 可是结婚这么多年 她不仅不会主动告知我有应酬 更是从未对我做的食物 有过任何正面评价 太咸 太腻 太难吃 吃了想吐 这些都只是最为日常的比喻点评 有一次 她带回下属紧急加班 听到所有人 都夸奖我煮的东西好吃 一脸嫌弃的季雨河 直接将我特意为她开小灶 单独煮的爱心宵夜 丢到地上 让顾俊带来的宠物狗 大快朵頤 下属们尴尬离开后 她纯染讥讽地对我说 上不了台面的恶心便宜货 以后不准拿出来 丢人现眼 我内心其实很清楚 那天晚上 女人真正厌恶的 是我自作主张 煎来摆盘的爱心蛋 惹得顾俊 黯然神伤好一会 老公 我前几天刚向妈妈 请教你最喜欢的 葱油挂面做法 季雨河眼露期望看着我 这是我第一次做 肯定不会太完美 你先试一下 如果不好吃 我再重新给你做一份 你说这是什么 葱油挂面啊老公 我压了一声 一边把依旧滚烫的面 打翻到她身上 一边发出吃笑 你不说 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狗 用这碗大号了呢 季雨河的腹部被烫伤 可她一动不敢动 只是咬唇含泪 目光呆滞地望着我 我一句话都没再跟她说 转身来到书房 打开电脑 开始忙自己的事 过了没一会 收拾完残局的女人 敲了敲虚眼的门 正要说些什么 她的手机响了 是呼吸急促的 顾俊打来的 挂断电话 季雨河告诉我 患有幽臂恐惧症的顾俊 被困在公司的高层电梯 急需她这个唯一 持卡人过去处理 许然 顾俊怎么说 都是我的下属 我们一起过去 处理完这件事 然后我带你 去你一直很喜欢的街边 大排档吃饭 好不好 老公 你别再生我的气了 别再误会我了 我强忍内心的烦躁 在季雨河触碰到我之前 迅速站起身 对她扯了一下嘴角 我答应晚点跟她一起吃饭 只不过 我手上还有点工作没完成 听到我这么说 季雨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离开之前 她喜笑颜开对我说 乖老公 一处理完公司的事 我马上就回家 女人为了救顾俊 迫不及待到不愿等电梯 直接走了消防楼梯 她一离开 我便致电律师 确定律师 已经暗中替我厘清 备案完季雨河 与我的所有婚内财产后 我替粗心大意的季雨河 最后一次整理行李箱 将行李箱放到大门口 删除智能所里的 女主人的指纹 我如是重负 动动食指 将早已准备 多时的离婚协议书 发送给季雨河 当天晚上 无视季雨河发了 风式地敲门 跟小区保安打过招呼的我 带着耳塞安稳入睡 如我所料 自负高傲的季雨河 在家门口站了大半宿后 并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 只不过 她那一直屏蔽我的朋友圈 倒是一夜之间 变得热闹非凡 离开我后 季雨河过得更加肆意洒脱 而我这是在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深刻体会到 从未想象过的快乐与惬意 不必每天替女人做早晚餐 不必每天等着别人大发慈悲 主动发来信息 打电话 更加不需要为任何人伤心难过到孤枕难眠 我的所有时间都花在努力工作 与随心所欲快乐运动上 在上司通知我 升职为部门主管的那天下午 我和唐定应一位大学女同学邀请 到她所开的咖啡馆聚会聊天 我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碰到 季雨河和顾俊 咖啡馆门口 季雨河一看到我 便表现得像是找了我许久那般 愤然朝我走过来 我冷漠至极看着她 你想干什么 没等季雨河开口回答我 顾俊已经故意当着好几个路人的面 语调愤慨地指着我鼻子开骂 许然 你个臭不要脸的渣男 你跟顾总还没正式离婚 你居然好意思 跟小三光明正大的偷情 顾俊话音未落 季雨河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伸手纠扯住我的女同学的长发 甜不知耻的贱女人 谁准你勾引我老公的 一向眼高于鼎的千金小姐 居然会做出 如同市井托付般的斗殴行径 压下心中的诧异 我和堂弟以最快的速度 将两个女人分开 替莫名无辜挨打的女同学 捡起掉在地上的眼镜 我脑子一热 静自走到季雨河面前 二话不说 给她一记侮辱性极强的巴掌 季雨河的眼眶瞬间变红 她嘴角抖动地盯着我 许然 你生是疯了 我才是你老婆 你竟敢为了这个贱货打我 我眼神平静 顾俊刚才说的 你没有听到吗 我在外面有了小三 我早就已经不爱你了 听完我的话 季雨河的反应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大 你说谎 你每天的行踪我都了如指掌 你说这些话 根本就是为了弃我 许然 你到底要跟我闹别扭到什么时候 在看到 我和女同学 十指紧扣的那一刹那 愤慨暴怒的 季雨河突然失了声 她不明白 我明明那么爱她 我明明包容了她 整整八年 可为什么 为什么我能忍心当着她的面 恬不知耻地 跟另一个女人牵手暧昧 顾俊眼中满是藏不住的窃喜 她主动挽住季雨河的手 正于说点什么时 季雨河却突然发狠 将她推倒在地 女人木头似的站在原地 心如死灰 眼泪朦胧盯着我 过了不知多久 她真情实感对我说 许然 我终于明白你以前的感受了 是我不懂 什么叫异性之间的边界 老公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会用我的余生补偿你的 听到女人迟来的忏悔 我如同听到了 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那般 忍不住笑出了声 季雨河 明天如果我没有收到 你签完名的离婚协议书 我会直接委托律师起诉你 严禁于此 我和堂弟以及女同学一到 回到咖啡馆 继续我们的午后闲聊 我以茶代酒 真心实意地 向无端受牵连的女同学 道了个歉 女同学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表示 这还是她第一次见人打小三 虽然她是那个所谓的小三 可还是狠狠满足了 她的八卦之心 听到这话 我们三人皆放声大笑 至于季雨河 和灰头土脸 没人扶起的顾骏 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根本无人在意 隔日 我并没有收到 季雨河寄回的离婚协议书 于是我不再拖延 直接让律师起诉离婚 半个月后的七月雨季 乡下老家漫山遍野 都是划不开的水雾 趁着休假 我跟着父母一起回乡败祖 回乡第二天 季雨河的跑车 停在了我家院前的水泥路边 由于我放出狠话 如果有任何一个亲戚 包括我的父母在内 赶放女人进入祠堂 以我妻子的身份参加祭祖 我会立马跟这个人 老死不相往来 断绝一切亲属关系 所以整整三天 季雨河白天淋雨 站在我家屋外 黑天一个人孤零零地 睡在车上 所有人都对他视而不见 直到隔壁家的张叔 发现他晕倒在 去往村口 唯一杂货店的路上 季雨河高烧一整晚 即便吃过了药 我的父母每隔半小时 仍就会查看一次他的状态 我跟季雨河的家境 天差地别 如果不是当初爱得死去活来 季家父母绝不会愿意 让他与我结婚 结婚那天 我在宴席门口等了许久 只等来我的父母亲戚的车 再前往婚礼现场的路上 抛锚的消息 那天 季雨河温柔躺在我的怀中 他安慰我 虽然公公婆婆 没能赶上见证我们的幸福婚礼 可是往后日子 还长着呢 我们一定会成为 人人羡慕的大家庭 后来我才知道 季家派去接送我父母的车 并没有抛锚 季家特地在另一个酒店 开了几桌席 将我的父母亲戚 全部留在那里 这件事 季雨河全程知晓 妈 你们快去休息吧 我会看着他的 打发走父母 我跟季雨河同处一室 我知道他没睡 于是我说 你现在已经退烧了 明天还是没力气开车的话 让你家司机来接你 我起身要走 手臂却被女人虚弱地抓住 许然 我知道错了 我已经开除顾骏 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我 我可还可 顾骏被开除的事 不必他说 我也有所耳闻 我还靠着大数据刷到过 顾骏吼着闹着 要见计雨河 打死都不肯离职 最终被好几个保安 硬生生打进医院的滑稽视频 计雨河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有没有顾骏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嫌你脏 无论是思想 还是身体 计雨河都让我感到无比恶心 计雨河勉强坐立于床 声音沙哑地哭诉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怪我闻了那个刺青 没关系 许然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 床旁的茶几上 放着母亲削好的褪色苹果 和一把水果小刀 我眼睁睁看着 计雨河死咬下唇 滑掉纹在胸口的刺青 许然 我求你 女人浑身冷汗 哭得满脸湿泪 卑微至极地爬跪到我脚边 她手上的暗红色 蹭脏了我的裤子 我不想跟你离婚 除了你 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第二个男人 对我这么好的呜呜 面对女人字字提携的 无助哀求 我一脸嫌悟地站起身 后退两步 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计雨河 待会要是失血过多快死了 你自己记得拨打急救电话 千万别死我家里 太晦气 看着我毫不留情地决裂背影 计雨河缓缓低垂眼眸 无神地看了不知多久 手上的水果刀 天还没亮 计雨河悄无声息地驾车离开 她走后没多久 乌云聚集遮日 无情雷雨青盘下 大概是上午10点29分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你好 请问你是 计雨河女士的丈夫 许然吗 我们是国立中央医院的急诊部 你的妻子在高速上 不幸遭遇了车祸 目前还没有完全脱离 生命危险 麻烦你尽快过来一趟 听着手机里着急的声音 我的视线始终专注于 窗外仍在肆意泼洒的 倾吞大雨 喂 魏许先生 请问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由于我一言未发 电话那头的医生 尽责地再次复述了 季雨河目前的危机情况 然而我却笑了笑 说 不好意思 你打错了 一年之后 从法院那拿到离婚胜诉书的我 看都没有看坐在轮椅上 形如枯稿的季雨河一眼 光顾着跟年轻貌美的女律师讨论 我待会应该请他去哪里大快赌一顿才好 就在我们即将上车的时候 一声微弱的小喵叫声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那是一只通体有黑 倔强怕人的小黑猫 想到我离婚后分到了一大笔钱 女律师笑说 都说小猫照才 看来是真的 插科打混间 我找到一个纸箱 将小猫放进去后 我点了点他的小鼻子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叫新生吧 新生好像听懂了我的话 毛茸茸的他 发出了一声响亮有力 期待未来的喵喵叫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